我们不可能打一辈子球 你就没想过 当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吗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 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早晚会碰到 我们躲不掉的 来 我没有什么要说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该做的是一分一分 给我把球咬回来 告诉我 咱们三十年朋友了 就一天是对手 我十六岁进的排出队 这墙上呢 每一个球运啊 就是以前那帮傻姑娘 一个球一个球给凿出来 那时候我们打球 那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但我们心里边有这个 没有我心甘的 可是他们不信呢 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 也跳不过巴西 也没有塞尔维亚跟西大地的力量 现在你能给大家带来展示的希望 我郎平从来不撞 我都是玩真格的 排球不只是我们的工作 还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我不管别人还是不是需要中国女人 我需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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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